花花 万亩草殿 仰望新空 吴风山 我爱你 爱要大声说出来 凌晨 我爱你 我爱你 江西旅游频道 带你玩转 吴风山 吴风山风景民政区 位于江西省 银江市东南 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国家级风景民政区 国家地区东原 国家自然遗产 江西哪里最好玩 吴风山景区最好玩 哇 来到这里就感觉是 云雾缭绕的感觉 就像人间星际 云雾缭绕 没错 武功山下具有云中草原 户外天堂的美誉 而且今天山上还有很多好玩的活动 在等着我们 一恩我现在已经是迫不及待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等一下 一 二 三 叮叮叮 我们第三位呢 对啊 婷婷姐去哪儿呢 婷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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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你 你谁啊 你是哪位 哎呀 哪里来的 媒婆 这是 红娘 媒婆 红娘 红 娘 你的这个质也实在是太醒目了吧 可以摸一下吗 摸摸摸 你不敢 你也不敢 再跑 抠抠抠抠下来给你吃 今天用我来带你们玩 你带我们玩吗 对啊 玩什么呢 玩巴拉巴拉小魔仙变成 这个红绳子是干什么呢 这个红绳子好喜庆 对啊干嘛呢 这是用来干什么呀 这个绳子是BEN的 全部都是她的 全部是我的 红绳 我猜到了 BEN是越老对不对 对 是越老 越大是什么人物呢 听我讲哈 越老呢是主管这个婚姻的红绳 它就是用这个红绳呢 把这天底下的男女都捆绑在一块 千里一元一线千 我有一把剑 还有这么可爱的小翅膀 我肯定是卖鲁翅的 我 什么 卖鲁翅的 我肯定是今天本场最佳的小可爱 丘比克啦 都知道自己是谁了吧 没朋友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完成我们的任务了 我们赶紧出发吧 好的 赶紧拿好道具 走走走走 我们已经冲上云霄了而且武功山真的很漂亮 是是 对它是这个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地质公园 然后呢是国家级的自然遗产 也是国家级的4A禁区 武功山2009年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 明朝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克曾赞到武岭堪比武功山 武功山曾与横山庐山并称江南三大名山被冠以横手鲁尾武功中 其实缆车我当时租过挺多的 但是武功山的缆车给我感觉还挺大的 因为它的那个海拔可能真的是特别高 我感觉它整个城堡很多的在上方一直在上高 缆车里面看到那个整个武功山的一些风景很震撼 就是跟我之前在一些地方看到的有所不同 比如说它的一个山间的那个步步特别的壮观 还有它的那个一些非常挺大的一些树 人在云中走云在山中游 太漂亮了 游客乘坐中安所到 可直达紫吉宫前屏漫步云中 今天的游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远方英国的月老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所以我想要找一下一对夫妻 月老找到夫妻游客参与抽红绳挑战 抽到同一个红绳极为成功 请问一下老伴一起来了吗 没有 也不理我 你好 请问你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的游戏 哦 不愿意 我们要赶着回去 哦 要赶时间呢 可能没有时间 下次吧 我们有办案给他们走到前面 哦 就帕米露是吧 有点尴尬啊 有点绝望嘛 可能不知道我是扮演什么角色 也是因为我的脸毕竟是西方人的脸 哦 有些人比较害羞 或者说有点不敢 哎哟 新日节快乐 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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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不 愿意不 您 您的妻子来了吗 有吗 有 愿不愿意上了 抽一下这个 有奖励啊 那就是随便挑一 随便一挑 一挑 然后您也随便一挑 然后随便一个 有没有母气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母气啊 预备一起慢慢拉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那惩罚是什么呢 有结吻 有结吻 可以吗 请吻 可以吗 哦 表示你们的爱 哎哟 表示你们的爱 哎哟 顾小哥你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你愿不愿意再打一遍 你愿不愿意再打一遍 愿意 好 来来来来 那你们随便抽一个 随便抽一个 看能不能抽中 能不能抽中 能不能抽中 预备 起 真的真的 有母气啊 好 那你们的奖励是什么呢 你们的奖励往这边 请 来 请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 爬到了山顶 我想唱歌 歌声调给我妹妹听啊 听到我歌声的小鹤鹤 春天里那个百花仙 我和那妹妹的小鞋 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感觉挺好的 突然让我生气我的老婆 我今天就扮这个月老的角色 也是蛮适合的 就是等于月老是把他的红色 把我从遥远的英国拿到中国 然后我老婆从穷姓就拉过来 然后把我们的板纸在一起 还是蛮有缘分的 小哥 请问一下你是单身吗 单身好多年了 单身好多年 请留步 人家都有两个娃儿了 还跟我说是单身 来问问 我又看到了 我又看到了 你好你好 小哥 请问你是单身吗 小哥 我目标锁定你了 请问一下你是单身吗 是吧 就是 是这样的 你跟我完成一个这个任务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那你是这样的 今天呢 就是你拿着这个爱心气球 然后你送是吧 用我的这一把这个弓箭 然后射穿这个气球 就是送给你一份美满的爱情 然后你拿着这个气球 唱一首情歌可以吗 情歌 情歌 小哥哥眉头一条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嘛 唱一首情歌嘛行吗 好 清嗓子了 准备 准备 我们一起 一起 一起喵喵喵喵 在你眼前撒个娇 爱用的喵喵喵喵 我的心脏蹦蹦跳 你脸上你的花哨 你不说爱我 我们来到美满的 十五位咱们武功山景区的游客朋友们 大家好 尤其是有情人们 你们好 那今天呢 我专为有情人搭建的一个挑战平台 叫做情话绕口令 如果说你能够在十五秒之内把这个绕口令念出来 念得又好又顺的话呢 就给大家奖励一份精美礼品 武功山的吉祥物叫做旅游 才是成对的 可以见证你们的爱情 对你们的爱情庆悟 好 那现场有这么多有情人 从谁开始呢 红一帅哥 一看就是威风凛凛 来 来到我们的挑战局左边 很简单啊 十五秒之内把这个念得又快又好 这一对这个武功山的吉祥物 旅游像你们那样恩爱的吉祥物就送给你们 好不好 三二一开始 牛郎练牛娘 牛娘念牛郎 牛郎年年练牛娘 牛娘年年念牛郎 好好听 超时啦 念得很好超时啦 二十五秒之内 十五秒之内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念得非常好 是吧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那前提是要给我们一点惊喜 跟刚刚不一样的惊喜 跟刚刚不一样的惊喜 哎哟 来 转钱 好 我们再试一次 牛郎练牛娘 牛娘念牛郎 牛郎年年练牛娘 牛娘年年念牛郎 郎念娘来 娘念娘 念娘 念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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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娘郎 好 掌声 太棒了 感谢你们的参与 来 送上武功山的吉祥物旅友 谢谢 希望你们在武功山玩得开心 好吗 幸福美满 好 太棒了 我们都圆满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南武功北太白 武功山 武功山 武功山是旅友们心中的圣地 徒步旅行者的天堂 武功山主峰白鹤峰 海拔1918.3米 是江西境内最高峰 森林覆盖率达到88.1% 至今保留着原始的生态系统 景区内自然资源丰富 冻植物繁多 拥有短尾猴 娃娃鱼 巨型灵芝等国家珍稀冻植物 植物三元老的银杏树 连片成岭随处可见 徒步穿越负重登山 狭窄处仅容易人通过 是旅友们挑战自我 磨练意志的首选之地 徒步过程中 既领略到了谷谷参天的幽静 又体验了棋风意识中 飘忽不定的云雾 收获的是处处惊奇 将近哪里最好玩 无线景区最好玩 哇 选择好多装备啊 一上来就面临选择 只能选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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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都有用 而且听说我们爬上去得三个多小时 都是山路 我是老妖可不可以邀请我先选 可以吗 来吧 哎呀 因为我今天穿短裙 我也不知道山上这么了 所以那个冲锋衣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它 赶紧把它抱回 还好今天有这个 选这个装备的环节 我都不知道山上会有这么了 我穿着这个短裙的短裙就来了 年轻过于无知 所以呢 折胖特利 有一件冲锋衣嘛 所以我想都没想直接选个冲锋衣 就保暖为这个观念 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 一定要记得提前做好这个保暖工作 然后能量包 路上肯定得吃好吃的 所以我一定要这个能量包里面这么多好吃 分一点 不存在的 最后我要选这个小的水 因为我的力气比较小嘛 扛不上去 所以拿一些小的水就可以了 那娜娜姐姐你想选什么 我 咱们是要住帐篷 对啊 我选这个 然后山上天气有点英语不定 你的 这个还是这个 鱼翼是吧 还有鱼翼是吧 啊 还有鱼翼 我就选这个 那我呢 叶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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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个 你本来有要求 哎呦拿一个嘛 你有目的 那个 哈密瓜 来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啊 啊 看不起了 哎妈妈 哎妈妈 爱你哦 虽然我并不想戴这个哈密瓜 但是因为 光光毕竟是我的好朋友 呃 我想让他感兴 我才拿着这个哈密瓜 OK完美就好 那我们现在就赶紧拿着我们的行李出发吧 耶 出发 走 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哪里啊 还得爬多久 我刚刚听前面人说这个叫做好汉坡 好汉坡 一条陡峭而望不到尽头的时间 也是穿越武功山强度最大的地段之一 三座高山严绵不绝 如屏障横在前面 旅友们戏称 由下往上是好汉坡 由上往下是绝望坡 有人把不到长城飞好汉 回头再来帮英雄 比喻攀爬好汉坡的难度及决心 好汉 大河向洞流啊 真松心 这是算好玩的第一步哈 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才能到那个山顶的帐篷节 我特别期待爬到山里 因为我从来没有搭过帐篷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公共晚会 还有那个音乐节 所以我们给自己打打气好不好 先给自己打个气 加油 加油 要来武山也算是给自己一个小挑战吧 山都挺逗的 意思就是再往上爬 所以我觉得爬山真的是一种精神和一种勇气 你看这旁边这个雾都散开了 这真的超级的 是啊是啊 终于可以看到山了 对 终于开见 日出美景就在眼前 哇 哇真的是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都是值得的 对 哇 太累了 我们一路都没有休息 再一会 登登登登 我今天挑选的能量包 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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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就好美味可口 哇 野餐 最好不要带哈密瓜上来 这个动作实在是不太明智 其实最好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带一点比较清淀的面包 或者说小一点的这种饼干呀 然后小的水 这样的话就不会负重前行 让你在整个旅途呢 还会很轻快也很愉悦 可以尽情的享受我们沿途的风景 和带来的美感 是 说得很好 我觉得我今天呢 带的这几个东西都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这件冲锋衣 因为山上的这个天气嘛 它是阴晴不定的 所以我就有点带对了 但是我今天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没有拿娜娜起的那根棍子 我一路爬上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这个棍子作为支撑点的话 肯定是更好的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遗憾没有选到 就是那个登山鞋 如果有一双好的登山鞋的话 让你更加轻快 能够到达山林 我们补充一下能量 前面还有一段泥巴路要走 然后大概走到泥巴路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帐篷节了 你们看到很多很多五颜六色的帐篷 补充了能量 吃饱喝足了 我们继续赶路好不好 哇 五公山鞋路是太美了 这个雨路波动的感觉太好快了 感觉这个景色突然之间就豁然开了 对 一路的泥泥也好 一路的攀登也好 真的是太美了 我觉得我走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 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自己亲身来感受 不自己走 真的永远体会不到这一种感觉 非常神奇的是 这个风景不定的变了 对 一会儿是看不见 一会儿看得见一点点 神秘不见 完了就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什么都看得见 完了再过一会儿 什么都看不见了 对 梅度公山终于揭开她神秘的面纱 太漂亮了 一切都值得 我公山我爱你 突然一下 云把所有的云雾都吹开了 那一瞬间 果然开朗 那一瞬间烟消云散 在你看到山脉的时候 在你看到阳光灑在那个山脊背上的时候 在你看到各种不同层次的蓝的时候 包括不同色彩的云的时候 会觉得大自然太美了 高山草垫 绵延于16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 是全球同纬度绝无仅有的十万亩高山草垫 穿云入雾 闭波荡漾 是体量最大 最为奇特的标志性景观 堪称江南一局 哇 太美了 我其实是第一次走到这种大山的深处 然后旁边有很高的草 能够摸过我们的身体 有一句 诗吧叫做风吹草地的线 这个时候我们是 很沉浸的心态的 不知道还有多久 能看到一点点张红 但是完全看不到行动 要不我们到前面那些平台休息在问一下别人 对对对对 就一直这样走 这些都是分岔路口 不要往南走 我们要不找他们当中谁在这边吧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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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一直走 待会走岔路的还得往回 这次在哪里 嗨 大哥 嗨 大哥 我们要去那个 参加一个什么帐篷结果 所以才能到呀 对 你们来的很对 因为我是第一期帐篷子里来了 好绿友 我们走了快三个小时 对对 我们还得走多久 我已经快到了 马上到了 因为这种小气候还是比较明显 因为山比较高 海拔有1900多米 像一直走上来是有点累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十万某高山草垫 觉得豁然太浪漫 看守照片的那位旅友大哥 他就跟我说他是当地人 然后这里的开采呢 其实是有规划的 但是永远以保护自然为第一准则 那大家能够感受到最自然最原始 最清新的武功山 我觉得这一点触动真的挺大的 是带着期望而来的 就在那吧 就在那里了 我们已经到了营地了 武功山国际帐篷节 是国内规模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的帐篷节 拥有300个架空式露营平台 今年的帐篷节 不仅延续了网年精彩 还增加了更多音乐元素 引入娱乐 美食等内容 使它从一个单纯的山地露营概念 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AP 谢谢 很漂亮 快点 你站在去 就在这 number one 写点 登场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各位朋友 大家好 你们姐姐好 你好 你好 你看江西园园 赛费的爱的观众 那我们是江西园园最好玩的好玩的成员 我叫娜娜 叫娜娜 我叫芬芬 我叫VM 大家好 如果说大家的想见的话 我们要帮大家一起关注江西园园 江西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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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好 江西园园 最好玩 我们都在景区 最好玩 谢谢 大家搭着天一起走的时候 真的能感到那种团结啊 包括是很友善的感觉 高火把我们所有的热情都点燃了 这一刻大家都是放松的 大家都是素未相识的人 但是那个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 大家就是突然之间就是成了一群非常好的朋友 玩得非常开心 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们就是 变得更加的亲近 现在是晚上的12点37分了 我已经搭好了我的帐篷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这个野外体验搭帐篷的感觉 感觉挺奇妙的 就是一抬头啊 就是能看到星空 外头还有满天的星星 这个是在城市当中看不到的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今天的收获非常的大 坐在这个篮车上来 哎 景色特别美 再爬上去了 虽然累 但是空气特别的新鲜 真的是一个天然的感觉 非常的还非常的过瘾 看到不同颜色的山和不同颜色的云彩 碰到了很多的有情人和有缘人 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 这个地方确实都很齐全的 管理也非常好 算是一段奇妙之旅 南昌市五宫山约三小时车程 五宫山是中国旅游资源保护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景区规划面积237平方公里 70万亩高山草垫 碧波万寝 齐绝神舟 以及挪舞 梭龙等地方民俗文化 使得五宫山又蕴含了神秘色彩和浓郁的地方风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